育人就打 然后很讨厌老师同学 然后一直呛老师呛学生 然后来这里嘛 就因为一些善良的事情 就常遇到我身上 所以我就觉得 那个变善良了一点 短短16秒 于东霖清楚交代自己的天差地别 人高马大的他 儿时丧父 过去是校园小霸王 从小二到慈祭新雅客府班 转眼十年 已是高中生 老师见证他的改变 东霖也可以说是 我在教学生涯上的生命的贵人 因为他的特别 然后让我有了 另外一方面的学习 好 给师父师婆一个友抱 或是握握手也可以 都可以当你的爸爸妈妈的 如果说于东霖就像一团火球 那么廖维统就如同平静的 一池湖水 阅读能力提升了很多 在段考的时候 或者模拟考的时候 最后面的阅读题选 我都几乎都是以全队而过 维统是一个很上进 很能吃苦 很内敛 很安静的同学 其实他非常的有想法 慈祭桃园新雅客府班 这里不只给弱势家庭孩子 学业上的指导 也像是心灵补给站 抽出负面能量 注入正面养分 输在旗袍点上的孩子 路越走越宽广 大爱新闻 珍善美志工 李美如 汪崎玉 林洪奇 桃园